今天李前總統 也有老人咪嗦醒的一面 清皇 對 沒錯 因為你知道這個李前總統 雖然我們說他在政治上是很有謀略 而且看很多事情很有遠見 但你知道人回到家裡面 還是有私生活的那一面 所以你知道李前總統 其實曾經有一次鬧要離家出走 鬧要離家出走 那時候李前總統很生氣 他說要來跑了 我要出去 要出去 我要回來 那時候他很生氣講這個話 大家都覺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 李前總統是跟夫人政務會吵架 所以他要離家出走 而且不太要離家出走 要走的時候 他還告訴他旁邊人 旁邊有個小包包要幫他戴著 已經準備好了 李前總統把他的衣服折疊好放進去 然後夾著一疊的鈔票 大概就三五千塊 然後他用回文針夾起來放在裡面 很像李總統做事的性格就很嚴謹 然後帶著李家出走到哪裡去 李家出走 你其實想想看李總統 能去的地方也不多 他其實是在淡水紅樹林的他的基金會 結果在裡面他怎麼消氣的你知道嗎 他的旁邊的就是幫他準備好 小籠包玉米濃湯漢堡 然後再搭配哈根達斯的冰淇淋 號稱李前總統消氣的小四樣 然後這四樣準備好了之後 他再配合讓他看完這個淡水的風景 離家出走四個小時之後 李前總統才跟大家說 他發現說台灣在陽明山晴天岡有一批牛 那個牛種是日本的淡馬牛 好的和牛 所以李前總統認為說 台灣的像花蓮造鳳農場這個地方 跟日本石原島的這個位置是接近的 所以應該可以養出跟日本一樣好的牛種 差在哪裡 差在你可以看到有西蘭進口牛肉 一頓的價格大概是一萬美金左右 但是日本的牛肉來台灣 一頓的價格是五萬美金 所以李前總統到這個年紀 還是希望可以幫助台灣的肉牛 這些牛肉可以高質化 提高它的價格 然後讓台灣的這個牛肉產業 能夠創造新的附加價值 所以你可以看看 就是老人家到這個年紀 還可以想到這種事情